记者贺靖贤装访,香港独立电影的《后天高》,以目前已入狱的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琪为主角,导演林子莹以镜头带出美光灯下熊变滔滔的明日之星,可能将成锒铛入狱的阶下囚,内心如何剧烈冲突,虽然刻意地去政治化叙事,但片中真实呈现梁天琪面对险境的脆弱迷茫, 凸显当前香港政治氛围,应正不政治就是最政治,林子莹看来柔弱可人,最喜欢的明星是台湾小生彭于燕,拍摄的《后天高前》,才高拍完另一部描述两个参与雨伞革命的年轻人现况。 梁天琪今年已因暴动罪入狱,林子莹回忆两年前,即使大家心里都有以梁天琪终将入狱,却感觉两年仍有段距离,但此片此时问世,难受可想而知。 导演林子莹 高雄市电影馆提供,电影的后天高剧照 高雄市电影馆提供